中国历朝历代都免不了宦官乱政 即使在满清这样一个制度森严的朝代 到了最后也免不了宦官当权 不过还是远没有明朝汉朝那样混乱 李廉英是满清后期最有权力的太监 他在满清帝国最有权力的人慈禧的身边待了53年 这53年中李廉英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 朝堂中大部分权臣见到李廉英都要毕恭毕敬 可以说是李廉英的地位仅次于慈禧太后 李廉英虽然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为人却非常低调 他的前任安德海大太监 在得到权力之后 飞扬跋扈 最后遭到处斩 所以李廉英吸取前任的教训 即使有再大的权力 对皇帝对有本事的大臣都是很恭敬的 慈禧太后对李廉英的宠爱也达到了顶峰 甚至为了李廉英不惜破坏古代官员制度 上次李廉英一个二品顶带花灵 要知道满清对于官员的制度特别严格 即使非常有才能 混到晚年也就是个宗二品 人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选对方向 李廉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十九岁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 成为太监之中的二把手 安德海作死之后 有许多人都看中后宫大宗管的位置 当时李廉英的资历还是非常浅的 但慈禧太后还是力排众议 把大宗管这样显赫的职位给了李廉英 李廉英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几十年 直到慈禧太后死去 李廉英失去保护赞 她才真正退休 慈禧太后虽然是满清最大权力的人 可是高处不胜寒 唯一长期陪伴在她身边就是李廉英 朝夕相处间 慈禧太后和李廉英的感情早已经升华了 出双入对 宛若夫妻一样 虽然半君如半无 可是李廉英对于慈禧的感情是真挚的 在慈禧太后死后的白天 李廉英可以说是寸步不理 慈禧死后的第三个年头 六十三岁的李廉英去世 在古代 六十三岁依然可以说是长寿 尤其是对李廉英这样操劳一生的人 就更不算短了 但是李廉英死亡的原因 非常蹊跷 李廉英过季的孙女对外说 她是死于利己 当时李廉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得病后不久就去世了 这个说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因为李廉英死的时候是春天 得利己的可能性非常小 换句话说 即便是得利己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死 民间对这位大太监的死亡原因也是众说纷约 有的说是李廉英担当大权几十载 得罪了不少人 恰巧他得罪的人 在慈禧死后三年 得到权势 所以就找人暗杀了李廉英 还有的说李廉英是抽鸦片抽死的 身体不堪重负 所以得病很快就去世了 在1966年 李廉英的坟墓被别人给挖掘了 当地的人下去观察 发现李廉英的尸体只有一个头颅 并没有身体 这一说法更加引起历史学家的质疑 因为当时记载李廉英是全尸 而且坟墓并没有被人挖掘 所以坟有可能这位满清第一大太监 是被人暗杀的 这一说法更加引起历史学家的质疑 我再说法更加引起历史学家的质疑